大家好 今天是4月6日星期四 亦是4月份第三个教育点 直到现在这一分钟 整个4月份的市况 形态上都是不明的 因为技术上来说 最低的指数是3日的24,162点 而最高就是 清明之后就是昨天的24,400点 技术上来说 高低的波幅是200多点 当然一个月的高低位 不可能粘着两个交易贴 另外成交今晚 怎可能只有200多点 即是4月份上旬 暂时来说未有一个明确的去向 去到中下旬的时间 相信市况的步伐 不管上升或者下跌 一定会比较明显 简单说 指数仍然反复在10天线下 因为今天的指数到现在 4点钟仍然是24,261点 技术上轻轻跌穿10天线 但它没有跌到 没有跌到离开了 所以属于都是咬着10天线 阻紧进行一个整固 我们可以这样说 4月份的市场暂时来说 反复不眉 但是不是一年左右看淡 似乎现在还是言之过早 讲讲市况 最低是24,162点 如果往后没有低过这个指数 只要今个月有900点或1000点的波幅 势必一定是挑战25,000点 破不破顶 或者会不会成为一个穿顶的升势 现在这一分钟就言之过早 因为还要成交金额配合 对不对 反过来 24,400 暂时来说 是今个月这三个加月天的高位 再看高一点的 就是上个月3月21日的高位 24,656点 如果你的市场仍然只有7、8亿 或者多一点 其实可以这样说 跌跌不到多少 暂时来说 但你要出现一个明显的爆炸性的上升 力度那方面似乎来说是削弱一点 所以在一个心态上 我也是比较迟刑的 我不敢看得太淡 但你成交金额 只有七百多八百亿 似乎来说 你要上破25,000点 真的不容易 记得吗 2015年 大市冲破25,000点 在4月份 最高到28,589点 因为当时每天的成交有2,000多亿 当然不同 现在只有七百多八百亿 除非你成交金额 交出来 有1,000,1,200,1,300亿 一路去的 那就不同 不要忘记 现在不是22,000上23,000 现在是24,000多上25,000 大家要记得 再说 由3月21日开始的技术上的回吐 其实是要经过11或12个星期的中期上升之后 进入了一个正常的消化阶段 问题是这个消化阶段会有何时呢 会走多久呢 3月21日到现在这一分钟 投达尾大概是两个星期左右 如果你有四到六个星期的反复整固 可能大市会在这样的气氛和形态之下 伸延到五月初甚至五月中 再说 传统来说 五月份是五穷六绝的 我觉得市就算没有大跌也好 现在这一分钟要大升 似乎来说都比较敏 最好是什么呢 暂时观望 等到大市出现了比较明确的方向 才再作部署就比较好些了 不过当然之 风险管理要组织 尤其是持货偏重的 今天就说到这里